今天這一集Vlog 呢 要來帶大家去台中一趟 因為 沒看我已經簽新車一陣子了嘛 但是因為騎完360之後 其實我的肩膀有一點點不舒服 我個人是覺得 可能在腳踏車的設定上沒有到非常的準確 所以想說再回去找一下 就是上次我們去CTS調車那邊的朋友 Eddie來幫我再調整一下比較細微的部分 所以今天特別一找就開車要前往開中 那今天這集Vlog就會去記錄一下 我們今天去調車的過程 還有今天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吧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GO GO 我們剛剛停好車了 現在已經快到了 我們在台中第一天 還沒看過影片可以看上次影片 我們來這邊第一屏過 我覺得70多多耶 差很多耶 跟之前那台 我自己騎也覺得差蠻多的啊 對啊 看起來就差很多的 這是Eddie 好 看起來也不錯吧 你要來調一下我的新車 你要來調一下我的新車 我調一下我的新車 我調一下我的新車 謝謝 我今天要來調一下 我可以拍照 好 我已經很快 都好 我可以拍照 我看起來很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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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已經調整到中間一半 再找我的重力落點位置 現在AD在幫我看我的北高數據 現在就是在這些數字密碼中去調整 我都看不懂 只有身體感覺 腳踩起來的狀況有什麼不一樣 這是菜鳥 第一次來的時候感覺很像 沒有騎過的菜 可是很熟悉 不知道怎麼展控車 不知道怎麼騎車 但第一次來 我覺得你可能幾個月的時間 你變得比較 對 我也騎了 兩個月 有差有差 有啦 都喜歡北高還不會騎就完蛋了 感謝AD幫我調整 對啊 在台中市西層區好不好 有興趣 可以來這裡找他fitting OK 我們已經設定調整好車子了 然後 因為想說既然來到台中了 就來去拜訪一下 FSA的好朋友 就是Alan 所以我現在開車然後往霧峰 他們的公司在霧峰 然後帶你去找他們聊聊 再回台北 出發吧 這邊是FSA的樣品室 超級多站立的 全部都是欸 如果我房間長這樣也太爽了吧 軍火庫 那我們 FSA做最多 規格最齊全的 就是跑完景 欸這真的 我看到每台車幾乎都是掛FSA 對 尤其是有品牌 重視品質的運動車牌 幾乎都是用FSA 對啊 我幾乎我看到不管從拍這個車子 他的龍頭下面那顆就是FSA 沒錯就是各種規格 從小進 城市車 重行車 E-bike 到現在的公運車三點車 幾乎都是用FSA的 環化題選手 你進來之後看到尼巴黎 看到一分八手那些選手 對 那都是我們公司贊助的 然後我們公司跟選手開發很多好的設計 比如說這是空力靶部分 那你如果說在握上靶位 所以這個在握的時候 他可以維持你爬坡很輕鬆的握直 第二個 你在衝刺的時候 他這邊有外推平移 穩定力出來 就等於是上窄下比較寬 你在握下馬的時候 就可以更穩定更好的拔力跟衝刺 對 那我們有各種的拔型 你看 這邊就往上翹 我們叫RICE的設計 就是有選手跟我們反映說 選手很多時候 他不是握在砂片板 而是握在這個砂把跟上把位的交界處 他這樣靠著 所以他需要有個凹下的拔型 對 那我們再講到靶型 就有一次真的是很經典 一體靶的概念 這個 這是6D 這個是5D 這種一體靶的好處就是他的剛性跟剛性重量比非常好 他就是結合龍頭跟把手 然後裝起來之後 因為他沒有帶那種傳統的螺絲 所以加上說他是碳纖維可以大幅塑型 所以做起來那個整個外觀非常的有戰鬥力 很多品牌的高階車款 譬如說義大利的Bianchi 就把我們這款5D配的非常多 所以他算Bianchi的標配 高階車 高階車才好 那跟你講 這一次把手的時候真的可能 就是一台比較入門款的車子價格了 因為這是全碳纖維 然後全手工打造 這是我用的那一個嗎 沒錯 5339 是我的大盤 這是5D 這是6D 6D是5D的哥哥 差異在哪邊呢 這個是我們跟巴黎梅利達車隊 就是現在叫巴黎麥拉倫 選手的反應是說 他不喜歡這種自然性情 對 他比較喜歡完全平的 這邊是完全平的 握起來比較會滑下去的感覺 要看客人 有一些人覺得說 我在爬坡的時候 我這樣握著 因為上貨的時候會比較抓的 對 要看選手 因為我們的靶型上面 其實靶型沒有說一個很科學的一個數據 還是體感 再來 我們這邊有一個蠻重點的設計 就是上面都會握 殘忍握把袋 對 我們這邊有一個內搖的設計 所以他可以跟他試圖 對 所以包起來的話 就剛好不會折到LOGO 然後我們這個拔帶 又剛好補貼引 上台位這邊 然後再來看到這邊 下台位一樣有外圈餅 對 5Mini 這個幾乎是我們所有FSA 跟PGN的高階車款 的把手都這樣配的 你用的就是這款4T 這一個嗎 對 你用的是4T 可是體能賽 所以我在想我40公里真的需要裝這個 40公里還不用 那我113 先不要那麼快吧 我們叫它前置空地水壺 就是你趴在上面 我們看了就要講 趴在上面可以睡覺 還可以便喝水 然後這個吸管角度是可調的 然後這個叫便當盒 你上面可以放什麼 像果膠啊 或是放一些簡單東西 或是你吃完東西之後 就可以放這邊 這個尺片很大 一般 這是真男人才用的到的 這是不是採場內賽那種 不是 不是場內賽 其實這個是我們在2019年環霸賽的時候 就是針對EF車隊 EF是BRAVA站住的車隊 他們的操控套件 還有齒盤 就是使用必選的 他那時候在 這個是60T 60T 很臨時的跟我們 跟我臉一樣大 沒有是第一 比我們的臉都還大 比我們的臉都還大 所以真男人才採的斷 這個 真的是太大了 他很臨時跟我們講說 因為那一年的頻路賽段 比較多 比較多 他在計時賽 因為計時賽他的距離相對比較短 他講說我們要用到60T 那很多人跟我們講啊 我們在兩個禮拜之內 所以他就只有一盤而已 他沒有小盤 然後一樣有大小片 大片就是 你要知道有沒有大小片 你看這個 有流動 這個叫上鏈弓 這個就是防釣鏈的 然後裡面有這種 上下鏈的設計 原來是這樣 哇 剛剛去參觀玩 FSA的一個公司 真的是 看到他們的裝備展示 真的也太精良了吧 哇 各種配備 不管你是入門 頂尖 精英選手 都有各式各樣可以符合你需求的裝備 真的是太猛了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簡單VLOG一下 我來台中這一趟去調車 然後來個FSA他們見面聊聊 開關他們公司的過程啊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這種風格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我是你的家人 Direct 這邊可以訂閱我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